全新演繹,說樂全轉 各位,上次那位康王趙寇死過翻生,遇到老元帥鍾澤,於是就將吹孝帶血趙,自己同他逃出金營的事,由頭到尾就說一次出來。 鍾澤聽到就很感慨地說, 哎呀,千歲真是洪福齊天啊!那匹戰馬救駕有功啊!不知道那匹馬現在停在哪兒呢?等老神要看真些他,好好餵養下才行! 康王的心就想了,救我那匹馬被我放走了,如果我照實說,他們一定會說我忘恩負義,況且我都要職位了,不如就說,有神先保護,這樣才多些人擁護的嘛! 嗯,怎麼說好呢? 千兆扣,眼脈滑兩滑,妙計就心頭動了。 啊! 盧外兄啊! 我剛剛就想說這件歧視給你聽的。 啊! 真是天下奇聞! 那匹戰馬渡了我過江, 來到這座廟門口, 一搓掉疆城,急骨急骨,跑入廟就不見了。 好了,我正在奇怪的時候, 看到廟裡頭索的這隻泥馬, 和我騎著渡江的白馬一模一樣。 唉! 小王我這樣才愚夢方醒, 原來是泥馬渡我過江。 唉! 等孤登極坐殿, 就重修廟宇,再索今生。 各位, 這段故事就是民間傳說的《泥馬渡康王》。 其實趙寇是騙人, 將真馬說成假馬。 當時, 宗澤就派人送了康王去池州封丘縣城。 康王到了縣城, 宗澤就派人去各地送信, 叫各路元帥前來保駕, 後來就送了康王去南京的應天府。 南京這個地方, 即是現在的河南雙丘。 當年的五月初一, 康王就在南京職位, 做了皇帝, 稱為高中皇帝, 連號建嚴。 同時發出召書, 普天同慶。 南京城裡頭就潑水靜階, 銷行大炮掌, 家家擺淨水平, 插陽柳枝, 熱鬧了三日。 宗澤就照舊做震驚大元帥。 李剛也一樣是蔣朝太師, 兼左班丞相。 在我國歷史上, 從此之後就稱為南宋。 由於宋朝有很長時間沒有皇帝, 各地的官員就互相很多爭吵、紛爭, 一盆散沙。 你不服我就我不服你。 在當時, 的確很需要有個華島士的人出來統一天下。 高中職位, 自不然就好得人心。 一端出皇榜通知天下, 號召國路親王哲道士和地方豪傑共抗金兵。 各地的官員馬上送繳糧響, 很多年輕少壯就湧躍頭軍。 這一日, 高中聖殿, 太師李剛叩頭說, 萬歲, 神接到三份高級文書。 金日術兵駐何間府。 他們聽說萬歲職位, 就派出他的大王興尖罕, 和兩國元歲金牙斧銀牙斧, 先鋒同仙文郎, 領兵十萬殺賓京城。 請萬歲速發救兵抗金, 否則恐怕驚城失守。 匡王就說, 噢, 不知誰可以領兵出征呢? 老臣願寶舉一人。 噢, 誰啊? 當年武科長, 槍挑小梁王的岳飛, 岳鵬舉。 這個人文武存在, 力大無窮, 並且自勇相傳。 當年陰中帝, 聽信張邦昌之言, 沒有縱容他, 才弄得辯良失守, 老少二帝身陷不覺。 噢? 嗯, 暫裔聽說岳飛這個人, 如果能夠退到金兵的, 就速速請來, 不知誰可以請得到他呢? 岳飛是宗宅的門生, 不如就等鍾魯元帥, 辛苦一堂吧。 上年我都去請過他, 岳飛是因為有病, 沒來到而已。 好吧, 鍾魯愛卿, 神在! 鍾責連王跪低! 魯愛卿, 你辛苦下, 去請岳飛將軍退兵, 保住江山, 神願前往! 你帶多些禮品去, 略表敬意! 好! 春子! 於是, 鍾達就執齊禮品, 帶著一百個親兵, 去雙周湯陰縣永和鄉請岳飛。 各位, 岳飛自從上次槍挑小梁王, 大鬧武科場之後, 就逃出了便良城, 返回家鄉。 他們兄弟五人, 一點都沒有灰心, 一天招救習文練武。 誰不知, 第二年雙周湯陰縣都發瘟疫。 黃桂張遜湯華的父母, 不幸運, 惹到瘟疫, 就陸陸續續過了生。 岳飛一家都惹到瘟疫, 不過幸運大暴濫果, 好起來沒事。 牛高兩仔和岳飛一家住, 也平安無事。 唉, 但是好壞不壞這一年, 又遇到百年不見的旱災, 整三個月未曾下過雨, 搞到火粒不收, 玫瑰如豬。 牛高守不住清貧, 來不中出去打劫, 他娘知道又生氣又急, 就病死了。 那麼黃桂張遜湯華, 牛高的四兄弟就無牽無掛, 索勝就去佔山為王。 牛高自立為公道大王, 鑽滿劫官府討好, 不搶平民百姓。 那麼幾兄弟就得岳飛一家苦手清貧, 苦中求樂。 岳母年老體虐, 你事生了兒子叫岳雲, 一家四口就勉強道日。 岳母最怕岳飛荒廢武藝, 就經常跟他講金比鼓, 叫兒子耐心等待時機。 岳飛是孝順兒子, 好聽娘親的說話。 妻子李氏不只生得漂亮, 還人品好, 致書適禮, 孝順家婆, 尊敬丈夫。 兒子岳雲又聰明伶俐, 所以一家人雖然窮窮, 日子都過得有滋有味。 你又是岳飛和妻子在屋裡聊天, 聽見外邊有人拍門, 砰砰砰砰砰, 都拍得幾急下。 岳飛就說, 嫌妻, 你先回避一下, 讓我看看誰來。 啊! 李氏應聲就走進後屋, 去家婆那裡坐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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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弟有禮! 岳飛快扶起他, 英雄請起!請起! 你大禮參拜, 我怎麼受得起? 有事請入屋慢慢談! 入屋坐下, 那個人又多爽快! 岳大哥, 我久沒你的大名, 如雷冠以浩月當兇, 今日見面三生有幸! 英雄過獎, 我岳飛是個無名之人, 請問你貴姓大名, 到此何時? 我姓于明公, 家住胡廣, 自小喜歡練武藝, 可惜未曾跟過名師, 今日特來投奔大哥, 學些武藝, 打算住在貴莊, 以便我們朝夕見面, 好向你請教, 不知專意如何? 岳飛就說了, 我都幾寂寞下, 你肯住落真是求之不得, 不過茅屋草舍, 屈磚貴體, 咦, 什麼事話, 大哥, 如果不嫌棄, 我們做劫一下兄弟, 好不好啊? 好啊! 那兩個人一報稅數, 岳飛二十三, 愚公二十二, 那岳飛就做大佬了, 兩個人就對天, 拜了八拜, 結成生死兄弟, 愚公跟著就打開包袱, 拿了兩百兩銀出來, 遞給岳飛就說了, 大哥啊, 我要在你這裏吃住幾個月, 你又加到貧行, 收了些錢去啦, 岳飛就說, 咦, 大家兄弟講什麼錢呢? 不是啦,大哥啊, 我們扣了頭, 就如同一母同胞, 你不收的就見外啦, 那我走的啊, 講到這樣了, 所謂盛情難卻, 岳飛就沒辦法啦, 拿了些錢去後院娘親那裏, 叫娘親收好, 轉身走出廳, 只見愚公又說了, 大哥啊, 拿幾個托盤來啊, 兄弟, 要來做什麼啊? 大哥, 你不要問那麼多, 拿來先啦。 哦, 都不知道他搞什麼, 岳飛又叫妻子李氏, 拿幾隻托盤出來。 正義公打開帶來的包袱, 咦, 岳飛見到裏頭裝著十塊馬蹄金, 十條金條, 還有幾十粒手指弓頭, 這麼大粒的珍珠, 粒粒都閃閃發光。 一共拿這些東西出來, 分開放在幾個托盤上, 最後還拿出一件造工精美的大紅箭袍, 和一條肉帶放下。 嘩, 這麼多奇珍義寶, 有些价值連成的, 擁有這些財寶的人, 真是非富則貴。 岳飛見到就惡大言, 兄弟呀, 你帶這些東西來我家做什麼呀? 是送給大哥的咯。 什麼? 。 乙公, 我岳飛人窮之不窮, 不宜之才, 不要得的。 大哥, 你以為我偷的嗎?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呀, 你看, 我有聖旨的, 請接旨。 聖… 聖旨? 什麼聖旨呀? 哎呀, 兄弟呀, 你說話一久久的, 快點說清楚給我聽吧。 大哥呀, 我老實告訴你, 小弟不叫于公, 我姓王, 叫王座, 在胡廣洞庭湖通姓大王陽妖駕前清臣, 觀戴東姓厚。 因為當今皇帝昏庸無盜, 信任奸臣, 腐害忠良, 百姓怨聲載道, 可恨昏君, 有眼無珠, 有眼不識泰山, 埋沒人才。 大哥才被困在荒村裡頭, 認真是明珠, 埋昏土, 困籠, 落沙灘。 我家大王就避下口禮, 命我請大哥到洞庭湖登台拜師, 共守宋室江山。 不知大哥以下如何呢? 嘻, 我非一聽, 當和面都黑了。 王座, 男子漢大丈夫, 應該光明磊落, 為何報假名騙我? 哈哈, 大哥, 我苟仰你的大名, 好想結識, 不過沒有機會, 所以才報了假名於公, 和你結拜為兄弟。 這是事事。 楊曉大王請你是公事, 不過不理公事成成, 我們的交情不能斷, 是嗎? 好了, 王座, 我就照直說, 我岳飛是大宋朝的子民, 應該報君恩國恩, 所以不去得報楊曉。 現在老少二弟在北國受罪, 今天術有二進中原, 你們不憑愛患, 一味想爭奪江山社職, 稱孤道寡, 算什麼英雄好漢呢? 我岳飛又怎會和你們一起造反呢? 我現在在荒川暮農, 也不會太久, 一旦姜長用人, 我就要報效國家, 殺賓前敵, 刑拯二帝還朝。 王座, 你還是快點扯, 帶回你的東西扯吧。 大哥啊, 你不要這麼愚衷啊, 所謂良琴摘木而妻, 良臣摘主而始, 請你三思啊。 賢帝, 岳飛生是宋朝人, 死是宋朝鬼, 受算你有緣河之口, 也難還我靈魂之志啊。 岳飛講完就去後院那樹, 拿回兩百兩銀子來。 賢帝, 連同這些東西帶回去吧。 欸, 不行不行不行, 這二百兩銀子是小弟送給你的, 不是羊腰的。 兄弟, 你送給我的二百兩銀子我收了的了。 這二百兩銀子是我送給兄弟的勞費。 本應留你住幾天的, 不過有了這件事就很不方便了。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我們後會有期了。 岳飛講完就不睬王座, 進了後院了。 王座就唯有收拾了些東西, 回去洞庭湖交差。 翌日, 翌日, 岳飛掛碎, 王座投降。 這樣就有了王座段秘說書, 收錄文龍的一段故, 後話暫且不看。 在那, 岳飛在後院見到娘親和妻子, 岳雲七歲就去了上學讀書。 岳母就問, 兒子呀, 仙頭誰來呢? 為何連一頓飯都不吃就走了? 娘, 是這樣的。 岳飛說回仙頭那件事出來, 跟著就說了。 娘, 我不能跟她去, 就叫她滾咯。 岳母聽了, 就陰陰嘴笑一下。 乖兒子果然是忠孝相傳。 兒子呀, 莊香拜祖先。 家嫂, 你準備筆猛。 咦? 娘, 你要做什麼? 兒子, 擺好所有東西, 娘再告訴你。 哦, 於是岳飛兩夫妻就馬上 在祖宗神像前擺好香案, 點蠟燭, 放好蒲團。 岳母就說了, 兒子呀, 你出生一個月而已, 家鄉就發大水。 你爹被水沖走, 我們孤兒寡母留落在恩公黃原外家裡, 又多得你老恩師周同教成你武藝。 為娘和你師父又為什麼呢? 為的就是想你學成武藝報效國家。 先頭, 你不接受重禮誘惑, 不貪不義之財, 甘願清貧, 可謂忠心報果。 不過阿娘怕死了之後, 又有不法之人來勾引你。 如果一時失智, 做出不忠之事, 豈不是將半世荒名毀於一旦? 故此阿娘討告天地祖宗, 要在你背部刺上, 精忠報國四個子。 希望你做過忠娘, 流芳百世, 那阿娘死都死得眼閉咯。 哦! 兒遵無命! 岳飛就聽聽話說, 跪了一蒲團刀, 解開衣服, 脫了一隻衣袖出來, 露出背脊。 妻子李氏就磨脈, 岳母在兒子背脊上寫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 然後就拿起繡花針, 照著字和筆劃來齒, 刺一針, 岳飛的肉就震一震, 飆出一點小血珠。 岳母看見亦很深赤的。 兒子, 痛不痛啊? 娘, 一點都不痛。 孝順仔, 真是孝順仔。 我知道, 你是怕阿娘首願而已。 在岳飛的身上刺完字, 再塗上墨, 墨汁就印在肉裏頭, 永遠都洗不掉了。 兒子, 阿娘雖然是女流之輩, 不過, 都知道,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現在老少兒弟被運在金國, 金兵移進中原, 正是國家等人用的時候, 你要耐心等待時機一下。 是, 緊遵娘親祝福。 正在這時, 聽見屋外邊的吵圈, 嘈吵不停, 像有很多人的聲音。 聽見有人拍門說, 岳將軍是否在這裡住啊? 咦, 今天這麼多人去找岳飛呢? 這一班又是什麼人呢?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後分解。 本小说联播版本小说